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按了按钮就能够出来 我想输入城市中的歌曲 徐晓峰教进去 然后我想画面给更多一些旧香港的视频 1997年前的新闻片 繁忙夜景去集合 他会分享出来 我想如果真的是香港人 我不用真香港人 怎会是假香港人 都一定有些感触 2002年的时候经济非常低迷 那时候没有SARS 但是其实如果大家经历过那段时间 都真的死过腊肉 加上那时候2002年 我们还在深圳 东莞 还有很多工厂 没有那么不宜 所以香港那时候受到的影响下 其实整天都烏天黑地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你本身心情很差 即是金融海啸 即是金融风暴之后 就还没翻身 接着成立烏天的地 仇云慘露 然后去到2003年 再整个SARS 2002年的年底 然后呢 又说死人 就是郑宇文医生 接着又戴了口罩 哥哥就掉下来 根本就是末日一样 我们刚才大看的画面 城市足印的那个MV 就是2002年 未去到最后一间稻草来临的时候 但是纵使是这样 我们那个 偶尼道的食通天 城市广场 市道广场 銅鑼湾 迁尼斯道 主要是那几个地方 哇 真是欺来阳往 而且呢 现在说22年前 你看回呢 那些东西都不觉得很远 因为一些衣着童 现在也不是说 变化很大 但是如果你看回 1992年 1982年 就觉得很远 那22年 你做过什么 香港 或者你自己做过什么 22年对我来说 变化很大 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做过什么 但是那时候 在香港 我看到美谦 很年轻的 謝霆锋 招牌 你真的唏嘘 你香港现在搞成什么 不是你说好就好了 你哪个想香港衰的 就算当日出来 你说是黑暴 或者你不认同他 甚至乎你说law and order 就算law and order 是不是可以重宽呢 是不是一定要重言呢 是不是 我先不要说 是不是可以大特赦一锅了 那些人不爱香港 你不爱香港 你出来 被人叩咬 他不爱香港 可能你任你们演绎 我很记得那几幕的 喂 这些这样的 年轻人 你很喜欢不同意去做的事 在沙田广场 在沙田火车站出来 那些市民叠开两旁 是普通市民 向他们拍手掌 那为什麽普通市民会这样 每个都是傻的 为什麽太古城那班 是稀中产 他会保护那些年轻 因为他们知道 感受到那些年轻 还有 可能有些不事之处 去做些事 那些心的出发是怎样的 人非草木 大家是自己人 喂 说点点 喂 有啊 英国 有啊 29个年轻人的头 就把他拘捕你老母 就去 拘捕你老母 就去 你怎样 说真的 现在 很多年轻人都走了 不走 就离心离得 我心想什麽 是吧 那我那个Vido 昨天我就很触动 虽然那个Vido 都没有什麽 戏剧性的东西 那个MV 是吧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 香港 远远地踏步 不要紧 你起码留下 地方 给我的子孙后代 去奋斗 你不是 就像琴家产 不要说奋斗 睡觉都没有那些地方 那些仆街 是吧 说什么 好了 諾貝尔和平得奖 我当然不知道 这个是谁 叫做尤奴斯 昨天就就職了 就回去 本身之前 他们那个 离而姓的总统 都不是说 找尤奴斯回去 就想着 找他们 就是其中一个将领 亦都是 就是之前 就是那个夏希纳 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总理 下面的军人 但是 那些学生就说 不要啊 找尤奴斯回来 因为他虽然八十多岁 就是他可能的声望旧 OK 那军方也都接受 总统和政府也都接受 找他们来掌管这个临时政府 OK 那 他就被称为 穷人的银行家 拿了 诺贝尔奖 那些我就不特别说了 他说 残酷 独裁的政权 已经不复存在 明天 随着太阳升起 民主、正义、人权 和充分无谓 表达自由 无论党派如何 都将被所有人享受 这是他们的目标 做到这件事 说实在这个世界上 我都不要说你的什么制度 巴基斯坦是1988年的太阳资料 他们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但是他们的目标 似乎是想做一个开放的伊斯兰国家 但是都很矛盾 就像哈希腊那样 喂 神又去鬼又去 所以一个位置坐得久 就会变的 对 对 当然 有这个机会 是吧 他亦都因为 他可能做过一些事情 曾经 避受 赞誉 他就永远觉得自己是正确 没有了我不行 这些Eagle是很容易有的 我们有没有去研究 其实我觉得他第五度执政了 今年是去 其实我觉得奇怪 他为什么这个 不是有限定 因为可能总理制 就是我不知道 我没有研究他的制度 就是可能是 最大的议会 于是乎是 党灰 那你就做总理 做几届 但是你越了多久 那些心悦洪人就是这样的了 于是乎那些什么 舞弊 贪污 反诸杀 就是拘捕异己 其实这些是逐步逐步 令到这些学生 终于是今次这样的爆发 因为这一个所谓的 什么什么 军人子女 就是那些分职位 自由天使 自由天使 好了 尤路斯说 这是光荣的一天 亦都很多谢这些勇敢的学生 因为死了四百多人 这些勇敢的学生 换成他们的第二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就是 所谓的1971年 应该是他们说的独立战争 其实你看看这些学生 做的事 如果你要说来算 当然跟香港不同 他们激进很多 死了几百人 当然是学生死多 死了几个差日 但是这帮学生 我都觉得他们有一个 都几令人动容的东西 就是他们一到 这个总理走了之后 他们是觉得 是时候恢复秩序 所以是合作 喂 不是继续抢打 就是打打抢 合作 平服社会 于是同意成立临时政府 再搞好选举 而且找尤路斯 即是诺贝尔得掌者 我不知道 他再搞那个选举 这个哈希拿 哈希拿 我相信是不会参选 但是哈希拿的政党 其实也有权参选 应该 就是再搞那个选举 那个政党 但他会不会参选 他不会参选 就是那个政党就 因为 他们如果是 政治就是这样 你没理由不让那个政党 其他人来选 当然你选不选 就是另一件事 好了 当然你说 正式学生性 运动的 胜利的关键 其实是什么呢 你看回上去 就是那些军人祷歌 因为 因为 这个就是历史的轨迹 但是 人家肯祷歌 至少 是吧 不愿向自己 杀到首院 死几百人 自己的首院 是他们和 哈希拿说 你受不了了 你快要走了 快要来 我们不会开枪 他们去到这样 当然 根据那些报道 哈希拿 我妹 那些小孩 我女儿在外国 都叫他走 他都不想走 但是最关键的 都不是子女劝他 就是 军人本来是保护你的 跟你借购学生 他说 我不会 你老母 我不会借购你 不过我不会保护你 那些学生正在来 那你走不走 去到这样才走 ok 所以 从来 有时候 只是一念 究竟你是在人民那边 还是怎样 你老实说 你有多恶 你多大权力都好 一倒锅 或者一奏手 你就没有了 好了 我们讲一下 京人的寓言 最近 英国的通明师 这个人都出名 克雷格 康默尔顿柏克 就是 克勒尔顿柏克 对美国大选 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分析 去完这一场 万众觸目的竞选 将会迎来一个大变局 他同时 还到现在的总统 拜登的健康状况 发了警告 8月3日 我都可以发到的 对拜登的状况 8月3日 这个英国出名的通明师 在每人声报的独家采访 他说 去年10月 我就已经估调到 共和党的参选人 Donald Trump 将会赢得选举 他还强调 他一定赢 不能输 不过 在赢的过程里面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他说去年10月 好 什么变化 众所周知 民主党原本 拜登和他练 他们没有特别好说 但是灾难性的辩论之后 拜登就为了隐言离场 由于担心自己不再适合 不是担心被人夹下来的 他又发了声明 克雷格说 首先他提到 就是拜登的健康状况 他说这个老人家 因为他的健康状况 所以不得不在11月大选前 完全辞去总统的职务 他说 我认为民主党的傻子 隐瞒了一些拜登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他老 但是我觉得 他有一种隐藏的病 这种病 令到他要辞去这个 领导人职务 那他不选 他没有辞 那就是究成什么 好了 好了 克雷格 就说 哈里斯 他继续去帮 他接任 不是接任总统 就是接了候选人的位 他只会突显自己 更加突显他的无能 他的执政能力 将会避受质疑 也就是说 那不是会接任总统 不是 接任做候选人的 哈里斯 他说 在现在这个局势 那不是 可能不得在未来几个月 他要做一些关于战争的决定 那是要做决定的 不是啊 他现在这样说 即是总统 他是说他会接任 在现在这一刻 是啊 是会接任拜登做总统 即是在竞选 可能拜登吃不到精神的健康问题 不是啊 好看啊 我很喜欢看啊 你华文怎么都是 差几个月都不是吧 OK 好了 因爲他要做一些关于战争的决定 但是啊 这些决定 就展示了他的 wikless 就是他怨弱了 哈里斯 哈里斯 他无论啊 拜登啊 又隐藏了病啊 令到啊 民主党啊 很能温暖啊 所以Donald Trump 想输都难啊 我们会见到啊 Trump Trump啊 他很懂得利用这一点啊 他一上位之后 他会迅速地掌权 而且国家 亦都会很迅速地 在他带领下 不过 食而成功啊 不过啊Trump呢 很有可能我感应到 他是从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那里 得到很大的帮助啊 他是从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啊 嗯 这一种感觉 其实我有了很久啊 他这么说啊 嗯 初到 我都以为 那个可能是 一个Owen 是一个评论员来的 但是现在 我的感觉 又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 真的 既然是她啊 Sí 是 Wancy 即是我副总统 那老婆啊 那哪个印度妹呀 啊 啊 印度啊 那老婆 那帮到手 烏沙 叫烏沙 首先我們講幾件事 第一 拜登將會下台 四個月都捱不到 何錦麗將會接任這個總統 正正上位的時候就會顯示他軟弱 其實局最顯示他不會的 一定是後面的人教的 但是民主黨就是賓州 你不用說的 現在特朗普會迅速掌權 贏得大選 這個Club 感覺到 Wance的老婆反而能夠發揮作用 真是不知道 現在打到副總統的老婆 都能夠發揮作用 這個大選真的很精彩 希望成他貴言 我就不覺得這次選舉純粹的 即是意識形態 或者階級之爭 即是正邪之爭 我應該用到這樣 不是普通意識形態 那麼簡單 我希望Club 準 但通常 以我認知 十個 八個都是什麼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